中國現在慘到什麼程度啊 連這個天子腳下的這個北京 確診連環報 河北 河北現在這個疫情大爆發 問一下這個學委 爆發到他們老百姓都已經無所事 從政府的話根本完全不能信了 現在河北的疫情到底有多嚴重 這幾天其實中國大陸出現了 我們之前講說石家莊還有邢台市 還有定州市有沒有 全部都已經封城了嘛 對不對 兩千多萬民眾的話要全面採檢 那現在我跟你講 除了說河北 我們之前講的那個石家莊之外 其實現在北京的天子腳下的西城區 也爆發了疫情了你知道嗎 這個是告訴你說 這個有一個在北京工作的一個 工作人員有沒有 他前幾天竟然有石家莊 在發病之前有個石家莊的旅遊室 你知道嗎 所以他這樣回去之後 那北京緊張了嘛 你竟然在西城區工作 你竟然要跑去石家莊玩 那你回來之後那整個北京的話 會不會也沦陷變成沦陷區 對不對 所以他們現在就開始大排查 馬上匡列的五千多個人 要進行那個採檢 你知道嗎 而且他們現在也史上最嚴格的 一個限制措施 現在所有外地的人 要進入北京對不對 現在進入北京要21天 包括集中隔離跟那個什麼 居家隔離對不對 而且他們現在進去的時候 他現在有這麼嚴格的那個檢查模式 就是告訴你說 你在這隔離的21天的期間有沒有 你要做鼻咽釋子 還要環境的那個樣本採驗 另外還要做糞便的核酸檢測 而且你知道嗎 還要兩家的那個機構有沒有 確診交叉的那個驗證 那還要什麼前前後後21天 你要做六次的陰性反應之後 你才可以進入北京市 所以你看北京市現在是不是很緊張 對 大家很緊張對不對 那你看現在中國網球就在講什麼 你看他建議北京市的領導班子 你乾脆集體 辭職算了 對啊 連護城河都守不住都崩了 什麼玩意兒 對不對 你之前不是說疫情可防可控嗎 是啊 現在北京你看 告訴你說現在還隱匿 告訴你無症狀就是沒有確診 所以他告訴你說無症狀不是病例嗎 當然是啊 對啊 那回不了家過年 上班路上還是提心吊膽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下面現在中國大陸多嚴重 好啦 那除了北京現在人心惶惶之外 武漢最近也是惡夢重演 你知道嗎 民眾的恐慌爆表 你知道 因為之前有兩個石家莊的確診病患 在發病前 曾經到過武漢旅遊 對 那再到武漢旅遊之後 現在馬上他們那個微博熱搜 有沒有 馬上就有一個排名 第三名是什麼 河北確診病患到過武漢 哇 大家緊張了 那個微博熱搜變第三名 那第七名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告訴你武漢 啟動相關確診的病例排查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武漢現在大排查 包括你的早餐店 包括你的那個商業大樓 包括計程車乘客有沒有 現在全部都要給你跌出來 為什麼 他們才講講說武漢去年到目前為止 不是剛滿一週年嗎 對 去年這個時候不是剛封城嗎 那封城完之後才一週年而已 現在是不是在二度封城 對 所以大家就緊張啦 那你現在除了這個武漢 大家緊張說 你看他們的物資也缺乏嘛 對不對 好啦那沒關係啦 中國近期有一個新 新增武漢病例的公報有沒有 你看好不容易 1月10號他公佈的是103人 天啊 好不容易看到破百啦 從來沒有破百 你知道這個破百紀錄到現在多久了嗎 上一次破百是去年的7月30號 所以你看這個數字你相信嗎 當然不信啊 破百看多嚴重 對嘛那就告訴你說這個破百 你看時隔半年之後 好不容易又看到破百 那你覺得這個是相信嗎 好啦那我就告訴你說 其實習近平之前不是講說 中國才講完 中國書寫的偉大的一個抗議史詩有沒有 那一堆人說什麼史詩 你現在北京不是在確診嗎 我們剛才不是講過說 你乾脆北京領導班子集體辭職好了 對 那可是李克強又公然唱反調了 你看他不是抗議史詩嗎 對 那你現在竟然叫做公開透明發布信息 遏制疫情擴散 哇這個真的是老實訴 真的是中國現在 我看老實的只是要李克強一個 我也蠻擔憂他的下場 好啦那你今天這個案例的話 其實最近來 中國又舉辦了一個五中全會 什麼精神研討的研討會 對 我就跟你講習近平還在講說 我們現在要發展 要中國情勢大好 前所未有的大好 我們要邁向什麼共同富裕之路 那個富裕 對不對 李克強之前不是講說 六億人的那個月收入是一千塊人民幣以下嗎 對 而且他們之前公告的那個什麼 貧窮縣是什麼 年收入是三千塊人民幣 那從那個之後他就不敢再公布了 那問題是習近平告訴你說 全面賣入小康 全中國都已經脫貧了 所以你看 好脫貧沒關係嘛 那你到底是真的假的不知道 對 那你看老百姓我們剛才講說他要搶糧 對不對 這個食物一直漲價 對不對 一直這個狂漲 對河北現在也告訴你說 我現在記出喔 你現在敢給我 烘台物價的話 抓到舉報確實的話 要罰五千塊人民幣 那網友又出來 跳出來 我真的講現在網友終於慢慢有覺醒了 知道了吧 他說要罰五千 現在根本連東西都買不到 你要去哪裡罰 對不對 我買不到東西怎麼烘台物價 真的 所以跟你講說這個真的是幹話連連 對不對 我東西都沒得買的話 你只抓烘台物價 那你要不要弄一點東西讓我買 對不對 即使貴一點我也買 至少有東西吃 買都買不到了 對啊 所以跟你講說你看 中國大陸現在狀況是這樣 可是你知道他們最近在忙什麼 忙什麼 就是剛才講說這樣是搶糧 而且躲藝對不對 什麼都沒有 而且他們現在雪上加鬆的問題 是你知道現在不僅煤炭價格買不到 你有錢也買不到 現在連天然氣價格 今年還暴漲了42% 哇 從去年的天然氣價格是最低價有沒有 才短短多久的時間 一個多月的時間已經飆到史上最高 42%很多耶 對啊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連那個運天然氣的船也沒有啊 哦 對不對 而且現在東北 東北亞地區有沒有 整個國家 包括日本韓國也都很冷啊 所以大家也天然氣的需求 增加了 對增加了 所以這個價格當然一直飆一直飆了 那可是中國最近在幹嘛 他們央視最近又告訴你 你看 他們的北海艦隊在風雪中開訓 還有時間去想這個 對啊這叫做新年開訓你知道嗎 可是也很好笑嘛對不對 你沒事搞這個幹什麼 他們說接下來他們黃海啊 還有什麼經驗有沒有看到 可是我說實在話 也只有一張照片 身上有雪 其他的就是看起來 就不像是冬天的樣子嘛你看 那雪是不是劈上去的啊 對啊 那為什麼只有在風雨風雪中開訓的話 只有這一兩張照片你看 就是只有這一兩張有雪 真的在開訓的畫面 都沒有雪 所以人家說你到底是造假還是真的 那我們再看一個畫面 這幾天他們還公布了一個畫面 說他們火箭軍有沒有 陳軍他們有導彈非常的精準 對不對 他們還說你只要建築物大樓的話 我在轟下去之後 政治物全部都倒掉了 所以你們要小心一點 這明顯就擺著 衝著台灣來的 哎呦講白了 可是我看半天那個畫面 我怎麼看就覺得你實在是造假 你知道嗎 他們明明你看就是這個畫面 明明只發射一顆飛彈對不對 導彈才發射一顆 為什麼他們會連環爆 那明顯裡面就是爆破道具裡面 火藥都填好了嘛 所以那顆打下去之後 你旁邊就連環爆啊 所以我說你拜託一下 你如果要恐嚇的話 你也眼睜一點 多發射幾枚是會怎麼樣 對不對 你發射一枚之後 旁邊都是用火藥裝填的話 你這樣你到底在嚇唬誰啦